好,那我们现在就来画一张图 因为我的目的就是要看到国家的肖长 就是哪一年它是成长 哪一年它是摔退 对吧 好,所以呢 空白地方点一下 再来 我们去画第二张 这另外一张群组直条图 画一张群组直条图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这边是不是有看到进口 进口 然后进口里面我们选择的是国家跟直 可以吗 可是你们大概要知道一件事情 我们是讲主要国家的分析 对不对 所以像那个 呃 就是进口依赖的很低的国家 我们就不要了 所以呢 我们会针对这张图 这张图为了方便观看 所以我们会做一些筛选 筛选你觉得多少以下我要去看 五千万 我们觉得多少以下不要去 还有理由 好吧 我要讲微积分了 我跟你讲 我只要告诉你 我 我实在是不晓得该怎么告诉你们 就是说微积分到底对于我们重要还是不重要 这以前那个教我微积分的老师不晓得 后来我是到了阳明大学 我的教授还跟我讲说 你当时微积分到底是怎么学的 听得懂吗 好 你有没有发现到 这边的一个下降 它有一个缺陷 微积分大概讲切线 你们知道吗 那个最佳的转折 在这里有看到吗 这边这个切下来 跟这边的切下来 然后再跟这边切下来 你可以大概分成三类 第一类 第二类 然后第三类 听得懂吧 你看 微积分就在讲这件事 但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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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跟你讲 我现在所教的 只要是念统计的人 他通通都知道 这样了解 真的 大数据分析 其实就是把统计重新包装 好 真正的学门 还是统计 统计真的很重要 好 那请问一下 你这个切线 你看得出来吗 这边 这前面这几个是我们主要要去讲解的国家 那如果说你今天你报告给部长听 千万别报告这一堆的国家 听得懂吗 刚刚有一组报告俄罗斯 我绝对同意 可是他绝对不是在这个地方 这样了解 但是因为他这报告是2021年 钢铁的需求 因为台湾什么都没有 了解 连和牛都没有 所以我们才会讲到这件事是很合理的 好 那你们听懂 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叫做10亿 10亿0.1个10亿就是1亿 可是我个人是比较倾向 是落在这个地方 听得懂吗 这边有一条切线 然后这边这几个国家构成叫这个切线 这些国家构成这很低的一个 互相关的一个切线 所以我比较喜欢选择的是这个 但是如果说你今天你报告的是给 例如说最上面的主管 那真的就请你只要选择 这些图来呈现就好了